浊西湘轮天蓝沙坝受到游客喜爱 甚至于是邻近的乡镇居民到夏天 都会来这里细水烤肉 不过呢这样子一来垃圾问题就出现了 当年是村长现在是代表的张永华 他表示说八年来都没有改善 因此向公所反应是不是可以编排管理费用给管理员 这样不仅有诱因让当地居民来管养 维护蓝沙坝的环境卫生安全 浊西湘轮天蓝沙坝受到游客的喜爱 甚至是邻近的乡镇居民到了夏天 是避暑细水烤肉的好地方 不过多年来垃圾环境问题一直都存在 当年是村长的现任代表张永华说 八年来都没有看见改善 所以向公所反应是不是可以编排管理费用给管理员 来管理环境 今天整理我 刚刚进去五天就是垃圾一堆 可以说管理费就是让管理员他的收支可以平衡就好了 不是说要赚钱为目的 今天就是帮村民 因为这个我解释 讲了很多次喔 现在有的村民还在指引说为什么没办法那个 所以我是请科长来解释 为什么可行还是不可行 向公所回复 针对蓝沙坝过去有轮天油气区的计划 由于关系到收费层层关卡导致到目前计划都无法通过 不过公所对于社区发展协会用管理费方式来管理的方法 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过去我们管理所也会去那边收 夏天的时候是 我记得会有一定的时间去收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 再做一个讨论 也就是蓝沙坝的部分 再加轮天步道 再加我们鹿港 物浓部落游戏区 这个环境教育中心 是不是能够做成一体 或者是把它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区 接着公所表示 如果未来筹向临近的已如赶布农部落园区 布道等景点做结合的话 就会希望能够筹着新办计划来着手办理 并把土地拨用 再做收费标准等等 会后公所会再做讨论 汽车高松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给第二个颗子